嗨,我是一刀苏苏,也是姜岩 林雨腹部 林雨嘴角微微一翘,得逞地微笑了 她脚下微微一动,下一秒 她就已经出现在了万小川的面前 你 万小川吓得浑身一个机灵啊 宛如见鬼一般地看着林雨 万大手 现在看来我比子弹还要快一点点哦 真遗憾 林雨笑眯眯地说道 老是弄死你 万小川无比惊恐地尖叫出声 接着做事就要抠动扳机 可是林雨已经抓住了她拿枪的手 势大力尘地一掰 只听到同时嘎巴一声闷响 万小川凄惨地叫了一声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双臂 以极其诡异的角度弯曲了下来 林雨一松手 她一头栽在地上 显然是疼晕了过去 啊,这么美妙的时刻你怎么能晕过去呢 林雨叹了口气 接着俯身在她颌骨穴上掐了一下 万小川嗷的一声就醒了过来 接着便痛苦地惨叫起来 连声叫道 你这两条胳膊算是还我的账 另外呢,我在帮被你爷爷置残到黄海平讨一笔账 既然你们把人家置残了 理应对人家负责 结果你们可好,不闻不问 嗯?林雨冷笑一声 对于这件事情,她可是有所耳闻的 万事灵异家子的冷血程度实践少有 虽然吕孝瑾做了很多错事 但是与黄海平无关呢 她最见不得这种草剑人命的一生 既然你爷爷给人家把腰支坏了 那你就替你爷爷还了吧,好吗?你不是自诩大小子吗? 林雨冷笑一声,毫无犹豫地在万小川的脊椎上踢了一下 万小川冷哼一声,下身陡然间失去了知觉 大小便卸了一裤子 林雨对她没有丝毫的同情 毕竟自己还要留她一条命 要是换作她的话,那自己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儿 此时万事灵正在住所的客厅里面挑剪着药材 万维运坐在一旁翘着二郎腿看着电视 你呀,就不应该让小川去 万事灵叹了口气 这孩子大小就没见过血腥 万一,要是以后落下什么心理阴影,睡不好觉怎么办? 哎呀,锻炼锻炼她吗? 万维运笑呵呵地说道 这小子就是从小太浇灌她了 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行了 再说了,又不用她动手 他们爷儿俩说话的时候,语气轻松无比 似乎在他们眼里,杀铃鱼宛如杀之鸡一样简单 到这会儿了,事情也该办完了吧 去,打个电话问问去 万事灵看了眼时间,冲儿子嘱咐一句 别耽误了晚上回来吃饭 你打呗,叫过去吃饭呢 一家人要团聚团聚 万维运答应了一声 便掏出手机给万小川打电话 但是迟迟没有人接 他赶紧又打了第二遍 这次倒是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急促地说道 喂,你好,是万小川的家属吗 他受伤了,现在正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麻烦家属快过来一趟 我儿子,怎么了 万维运心头一颤 蹭地一下站起来,急忙说道 你们是哪个医院 人民医院 电话那头的女子说完便立马挂了电话 爸,不好了 小,小川受伤了 万维运慌里慌张地和万世灵说了一声 立马披上外套 拿起车钥匙去往外走 啊 万世灵面色也陡然一变 也急忙穿起衣服骂道 我就说你别让他去,别让他去 你偏使不听 那个该死的何家荣临死前还害了我孙儿受伤 这小杂种就是死了 也得下十八层地狱 他说话的时候 语气中满是怒火和恨意 似乎他以为淋雨已经死了 而他的孙子只不过是在这过程之中受了些伤而已 等到万世灵爷儿俩赶到了人民医院之后 得知万小川在骨科便迫不及待地跑了上去 我孙子怎么样了 万世灵一把逮住外面的一个助理医生急忙问道 万小川 我孙子叫万小川 啊,你是万小川的家属 他正在手术室里面做手术呢 助理医生急忙说道 放心,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做手术 做什么手术啊 万世灵脸色顿时一沉 不就是一点皮外伤吗 怎么还要做手术呢 难道 我就是个助理医师 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 一会儿等手术结束 主治医生出来 你再问吧 说完助理医师便拿着东西匆匆走了 怎么会呢 怎么会这样呢 万世灵皱着眉头喃喃地说道 颇有些不解 爸,别着急 估计是这孩子不听话 弄死那小杂种的时候 自己动了手了 伤到了手指 万维运压低了声音 冷横一声 虽然在他以为林雨已经死了 但是他还是对林雨恨之入骨 万世灵和他儿子 在外面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手术室的门才被推开 主刀的是郭医生 万世灵也认识 见他一出来一把攥住他手腕急声说道 小棍儿 我孙子怎么样了 万老 您 您别着急啊 先别着急 郭医生赶紧扶住他 犹豫地说道 嗯 我说出来 您老 可得挺住啊 万世灵的心里面顿时咯噔一下 心头涌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张张嘴没说话 郭大夫 我儿子到底怎么样了 你倒是快说呀 万维运倒是急切地问道 双臂尺骨断裂 已经接好了 静养恢复恢复 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 郭医生抹了把头上的汗 支舞着说道 腰椎处有细微的裂痕 腰部神经受损 已经 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了 这辈子 可 可能 再也站不起来了 他话音一落 万世灵顿时觉得脑门上被人夯了一榔头 眼前一黑 身子立马往后仰去 不 不 万维运此刻也是肝胆剧烈 慌忙去扶他父亲 但是他脚下也一软 抱着父亲 普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挂了挂了挂了 郭医生在内的一众医生慌忙伸手去扶他们两个 我孙儿啊 哎呦 我的孙儿啊 万世灵挺着身子 两只浑浊的眼睛一片死灰 眼中吸满了泪水 胸口一起一浮 显然有些喘不上气来 不 不 万维运也是涕泪横流 心如倒戈 强忍着痛苦 替父亲顺着胸口 过了好半赏 万世灵才镇定下来 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摇头叹息 直抹眼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谁把我儿子送来的 万维运赤红着眼睛 一把撕住了郭医生的领子 是 是警察 郭医生吓得身子一抖 万家的势力 他可是知道的 不是他这个小医生 能够得罪得起的 急忙如实回答 送来后 他们还在门外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儿 已经走了 快 快去给张福军打电话 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万世灵又痛又怒 他知道 张福是他们万家的一条人脉 万维运早就提前 跟这个张福局长 打过招呼了 如果这次弄死林宇 出了什么事 让他帮忙 打点来着 闭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